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和謝虎拍檔 史無前例新精透套年第一位嘉賓 第一是女士 第二是王 先恭喜張怡平道次 因為是剛剛公布的第29屆電影評論學會的年度大獎 張導演的《級十九歲的我》這部紀錄片 拿了最佳電影 真是實至名歸 絕對是 我和Mabel當然認識了很多年 因為我們都在香港電影全盛最旺的時候 我們有幸在行業中 雖然沒有合作過 因為張怨平不會和別人合作 只是羅啟銳就可以 但是也是好朋友 加上近年 張怨平是我們香港電影導演會的會長 已經連任到第四年 第五年 他拿了這部電影《級十九歲的我》 我就看了 謝夫你還沒盡力去看 盡力去看 張怨平導演 張怨平導演 以他母校做一個BASE 去挑選一堆女學生 由他們從一開始 十一二歲 到現在 今年 二零二三年 一部電影完整的時候 他們應該是十九歲二十歲 我們拍到他十九歲 即是二零一九 對 因為《級十九歲的我》 對 二零一九 當然有關於這部電影 我們不是影評節目 已經到處都是好的口碑 我只是想問一下 好像這部電影 有些電影之前 不是叫《級十九歲的我》 是嗎? 叫什麼? 在你這本書中 有提及《級英華的六個女生之女》 沒有 這麼悶的名字 我都不會叫的 所以現在 我是叫過你我一個名字 是 不知藍色的 不知什麼 我一會兒找出來告訴你 因為我有做功課 我知道你是英華 當然是拍攝自己母校 你由小學到中學都在 你是不是住在西半山的? 我住在醫院 以前對著拿打掃醫院 有一條樓梯走下去 有一個垃圾館 那些倒垃圾的人都住在垃圾館 我就在垃圾館旁邊 但是 因為我有做功課 有看過你自己 講小時候的文章 就是 其實 那個年頭 好像我都很符碌 入了聖保羅南 你去入英華 我也很符碌 入英華都不知道我是名校 不是名校 那時候應該 我估計 因為我媽媽說近 我可以走回學校 所以就說這間最近 我真的走回學校 走到好像 我在醫院上 走上班 我的正門就是在羅便神 還要走 跟Madam這樣走 Madam在電影裡 從那裡一路走 走到幾百級才上去 一個街 台街 再走十二層樓才回到自己課室 你講這段往事 我還記得 你弟弟原本考到華人 也說太遠 所以不讓他去讀 他本來沒有叫他去考華人 就跟我爸爸 我爸爸那時候 去警察總部 於是就叫他去警察總部 小學那裡讀 我爸爸可以順便帶他上學 方便上學 方便上學 我爸爸說沒問題 但我媽媽後來就想 都不行 警察小 警察總部小學 於是就叫他去考華人 於是爸爸不是很高興 但他竟然考到 那時候給他讀 那時候那些名校不值錢 其實是以家近的方便 和現在的名校在哪裡搬到校房附近 真的很奇怪 所以那一年代都是純樸一點 簡單一點 學費又便宜一點 應該是這樣 那時候我們學校有些很窮 好像我那樣 但有些很有錢 他有貓玉光的三個女兒都在我們學校讀 但我們不知道他有錢 因為他覺得自己有錢 就非常尷尬 因為我們過得行路上學 他有司機 於是他有司機 爸爸一定要去 放下幾條街口外面 他自己懶惰地走回 但他的長衫也是這樣 因為要走上樓梯 然後是親 Etsy 自己把針都亂 就不要露那麼多大腿出來 一定不能露大腿 不要雖然 別人和你亂 於是亂획 壬大家鱼們都亂ami 你何時開始後 不如拍一個英話母校的紀錄片 是何時有這個構思的呢? 因為我們學校在2011年 要原子重建 原子重建即是要拆掉一間學校 要搬去深水埗、酒店學校 即是那間德徵 然後應該六年後 建立好了之後就搬回新校 校長就說 這一級第一年就在舊校讀 第二年就去了深水埗 應該最後一年就回到新校 即是頭尾就回到原校 只有一班是這樣的 於是他又可以記載我們搬校 三個不同的校子 又可以看著這些女生的成長 就是這樣 是啊 構想是非常好 但是有一句說話叫計劃不如變化快 行穿不如天穿 剛才你說的我們看得出來 那是學校找你 還是你有這個想法去找校長呢? 阿石校長想的 是吧? 他的絕世好竅 他是很厲害的 不是 我很崇敬他才肯拍的 如果我覺得他是一個笨星 我就不會拍的 的確是很成功的 還有最重要 我覺得那些人給你一個最佳導演 不是因為你花十幾年去拍一個紀錄片 而是在紀錄片裏面的內容 既呈現一些十年來香港的變化 還有聽說你都擔心有些內容過不了審理 是照樣先送審的 是嗎? 阿仁就不要那麼多擔心 我心想 但是我剪的時候 我照樣剪了我自己最想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都不可以自我審查 我原本是我最想的 我就先送了他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或者我的好命呢? 於是我就拿去給他看 給他審 剛剛你說的就是我們認識的張遠亭 很多人說你都是天生樂觀 永遠都不放棄 就是說不試怎麼知道 所以這套戲都是這個態度 結果我們會看到一些 如果現在自我審查的人 就會覺得很敏感 不提了 投票的東西 或者是當時那些反國教的東西 在這套戲裡面都有的 我覺得這些不是用來令自己增值而是 我們是一個時代的呈現 是很難得的 我覺得是 我們認識張遠亭 其實大部分人 你旁邊的謝夫就是你的超級粉絲 經常跟我說 秋天的童話就看了 不知幾多次 每一年看幾次 每一年看幾次 不是總共看幾次 但我覺得秋天的童話 今集我就不說秋天的童話 我想讓大家認識多一點 張遠亭導演 你就入了港大 因為你入港大才有《玻璃之城》的電影 因為裡面 舒淇、黎明那一段 我其實要多謝你找舒淇去拍《玻璃之城》 我覺得她是一個 就算沒有衣服穿 她也是很純潔的女子 她真的有一個天生純潔的樣子 對我來說是這樣 你剛才說就算她沒有衣服穿 都純潔 我當然要同意 因為那一段日子我是她的經理人 我只是擔心 不知道羅啟銳和張遠亭 兩位導演會否介意舒淇 曾經拍過三級片 不找她 做一個港大的女生 那時候你有沒有考慮過這件事 如果我介意就不會找她 因為有這麼多女子 但我真的很喜歡她那種氣質 我覺得就算她以前是三級 但我覺得她就算脫下衣服 她也是一個很優雅、很純潔的樣子 她的樣子是不會有… 我不知道男人 不會心邪的 她是可以做港大一個很情鬥初虛的女生 而你覺得她是相似的 那你那套戲裡面的這些情節 有沒有和你自己的大學、校園生活 有些人放進去 因為我看你很多作品 都是你的人生經歷放進去的 那沒法子當然了 不然我不放自己的經歷進去 我又不知道旁邊的那些什麼經歷 譬如那些搶光 那些用水箭 你有沒有玩過的 當然有玩過的 當然有 你讀得港大沒有人玩的 那我就是玩過 那些男生來的 我們的水不是只是水 是熱水來的 我們在上面 那些熱水去噴他們 你們反而沒有試過冬天玩 噴水箭嗎 反而是冬水來的 不是因為我們要 一定是九月玩的 不是的 是形身 就是玩身身 我們就是要保護我們那個銅鑼 銅鑼在頂樓 於是那些笨星就一邊走過來就搶 然後我們就用水 我們那年是零世狼的 又用那些砵 就搓他們 哇 兜頭搓下去 哇 真好 然後就用熱水去噴他們 但而且因為樓梯 他們就滑了 很多人都滑倒 還有又撞頭上去 就要去醫院逢針 哈哈 這個電影裡面沒有這一段 我們沒有那麼多蝙蝠 這是你的大學生活 然後我知道你其實在英國是Britol 讀過書 然後就去BBC 因為拍紀錄片就回來香港 你有這麼清楚 當然啦 我訪問你 當然要起了你的底才行 很多書都寫了 哈哈 但不是那麼多人有心機起了很多底 我難得請到你來 但我其實想知道你在BBC之後 最後就考了入港台 因為那些英國那些我就不講了 考了入港台 是不是在港台認識羅啟銳呢 不是 因為我在港台就剛剛開教育電視 我們是另外一組來的 在另外一間大廈的 教育電視就是雙台旁邊那裡 剛剛開台 於是我們自成一角 我們那些人 可不可以說我們在那裡做什麼呢 可以的 什麼都可以說的 因為那一部電視是自己一個建築的 跟他們那些戲劇組 是 張敏儀那些都分開的 又沒有人在那裡除了我們 於是每天就回去 首先開桌打Bangball 第二打羽毛球 喜歡打Bangball就打Bangball 打羽毛球就遠一點點飛 然後打半天之後 到下午又去吃飯 例如下午商約去游泳 哇 你是運動型的 其實 我不是有影 因為看到張宛庭文質奔奔 其實就是跑步跳舞 球類運動 打雷球是我的正行 打雷球Baseball Softball 雷仔的Softball 大學的時候就開始打 我大學之前已經打 我後來打完 還去南華會打Open 公開賽 我打了十幾年公開賽 我是每天去練球 然後六星日就要去打球 如果不打 教練叫我們都要去 去看看旁邊那些什麼套路 到我們打的時候 就知道他是不是在陰我們 以及球手的手 是怎樣旋轉的 哇 電影視野丹誤了 你成為我們職業運動員的前途 我其實真的不錯 應該是一個代表隊 我有去外國打過代表香港 已經做了 但我其實想問 在哪裡認識Alice的呢? 在美國的NYU 在紐約 不是在港台認識他 因為港台我們這麼忙 又要打球 但這個人已經存在了 他應該在旁邊做 真的不認識 因為我們打完球 晚上還要做事 早上玩 但也要做 通常我們要趕計程式的時候 真的要做 很努力做 所以我沒有空去認識隔離 那些人 不知道是什麼人 你是什麼時候 因為你是在紐約 讀紐約電影學院的 你什麼時候才有這個 的心 我要去做導演 我要去紐約呢? 港台穩穩定定在家裡 電視幾號的公務員 可以做一輩子 其實我不是在港台 開始喜歡電影 我在BBC幫他們拍紀錄片的時候 我發覺本來我媽媽說是藍道女窗 這個電影業 讀書人就不要進去 是偏門來的 是偏門 於是我沒有女導演 那時候 有 有一個 你自己說過了 那個別說 我有點後悔 總之有一個 但他吃長煙嘴 很高貴 有個計 很驚人 於是我就沒有想過做導演 但我在BBC幫他們拍戲 我就做跟班 即是我做PA 還有寫逐字稿 我那時候已經知道什麼叫做逐字稿 我發覺那些人都不太難讀女窗 讀很多書 而且很難入到BBC 是啊 全部讀到Cambridge Oxford 還要Master 厲害人 大部份都懂得沙士比亞 念了 念了 我說這些好 首先不用上班 即是不守招 既然又到處跑 好玩 又見到很多人 既然那些人 每個人都很聰明 所以我決定做電影 但是紀錄片 為何會變成Drama式的拍攝呢 我初做紀錄片 因為我沒有Drama請我 但我拍紀錄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做這些拍攝是好的 即是電影 但我學藝未精 我學藝未精 又在港台打球 有時叫Camerman 我說要拍一個 即是我在沙漠嬌紅 我見到一個奧馬的沙利夫 他又穿著黑色衣服 和穿著黑落桃 在沙漠上跑 都好像不向前 有很多煙在前面 有些沙在前面動 我說不行 我這個不教育電視 我要去中環 不需要這些鏡頭 我跟Camerman說 我說我在中環拍攝 整個中環有很多人 每個人都看不到 只看到我的主角在中間 全部Outfocus 只看到他走過來 但走得好像不向前面 Camerman就免得坐我 他說不行 就說坐在那裡 他又不告訴我怎樣不行 我想他覺得這個人這麼笨聲 他一定不知道我說什麼 因為他也免得說 我要記千幾個Telephoto 都才拍到 而且你教育電視拍什麼鬼 沙漠起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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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就被他這樣 不理睬我 激勵了你 我可能是不懂的 於是我覺得 學藝未精就是學 NYU就是讀電影 但好像學費也不便宜 不過沒有學費 反正也沒有 不如先去吧 先去吧 因為他一年要幾十萬 我可能幾十萬 那時候便宜了 因為沒有聯繫匯率 好像是1比6 不是 那年代 1比9 不是1比6 1比6 但是我根本只有很少 我只讀一個季度 但是我不斷以報 他收了我 不如去吧 就算我讀不到 我都很喜歡紐約 在那裡戲戲 那就好 真是 讀了先去吧 去紐約 令到我們後來 是一套 謝夫最喜歡的 《秋天天童話》 我們想像一下 鍾楚紅 其實就是張遠亭導演 那邊 要做很多兼職 是啊 不是很多 一份而已 那份很厲害 那份在唐人街 就是巢皮領介紹我做的 巢皮領就是 船後尺 船後尺 就是周潤發的原型 是的 他叫巢皮領 可見巢皮的領 不是周潤發的樣子 我沒有工作 就快要走了 沒有錢 於是 經常經過 他們玩具的唐人街地方 懶惰經過 然後在7時 吃晚飯的時間經過 他們就一定說 吃得飯沒有 我說沒有 這樣就說齊 就可以貼飯吃了 當然貼 我不是經常貼 我最多一個星期貼一次 就是不敢慢慢去 你還想慢慢去 本來想慢慢去 一毛錢美金很貴 單春單節 如果我省一毛錢 我可以不用走路半個小時 下雪的時候 我學校去唐人街 我上班 我真的要走半個小時 整個頭都是雪 如果我省一個單春 我就或者可以有錢 都不夠錢 不過總之要省 我那時候在唐人街打工 但我打工之後就好了 因為是租錄影帶的 那你負責什麼 負責別人來租錄影帶 你就拿給別人 我就拿給別人 我老闆叫我做樓面經理 其實沒有 你說租大地恩情 我就一 我就留一 如果你跟我朋友 我就二三四 我就留定給你 那羅啓裔還在做什麼 他做製作部 因為他在後面做翻版 前面 他在錄很多餅 可以租錄機 也有點廣 shark 好那些訊 equivoc 大家要很快去開 一開始 一開始 一定就像 rude 要立即發揮 那些翻版得要成本 不是現在那些DVDC 以前的VCD 一旦按就對了 不是 要雖然都打工 好辛苦 考黑得很辛苦 其實那時跟羅啓裔一起上LAU 同班 同班的,我們只有三個人 另外那個是誰? 三個中國人 三個中國人,全都是鬼 我們三個就是我羅啟宇和做非法移民主角的台灣 傑永卓 我們知道大導演 任何人都有英雄莫問出處 不是任何人生出來的 天生就是你做導演的 都要吃過苦,要自己爭取 又要符碌,又要好運 我覺得Mabel是很好運的人 至於你如何爭取到拍第一部電影 都有很多故事,聽說跟方小姐有關 我們這集已經二十多分鐘 不斷談就已經二十多分鐘 我們就停一停,喝口水 歡迎你們繼續訂閱,留言,分享,看廣告 我們稍時休息 第二輯繼續 Mabel,張婉婷導演在這裡 跟我們說說他的非法移民 好嗎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